我們會繼續去整著聖經的門徒 去探討今天我們作為基督徒的仇 我們應該怎樣回應我們的主呢 我們會繼續來看聖經的《馬太福音》 今次我們會看第十四章 第六至二十一節 第十四章 第六至二十一節 請弟姐妹如果找到的話 就和我們一起讀好嗎 從第六節開始讀起 我們打開一聲 預備 一起起 預備 到鳥匹律的三日 在國底的女兒在眾人面前跳舞 是匹律歡喜 匹律就起誓 應許隨他所及的及他 女兒被母親所使就說 正反是世外的頭荒在盆之內 罵來出我 旺變憂實 品因他所起的誓 有一窮席的人就吩咐吸他 於是那個人去 再加他斬了一口 把頭放在盆之內 拿袋吸了女子 女子拿去吸他母親 要看這半套袋 把屍首領他埋葬了 就去告訴耶穌 耶穌聽見了 就上船從哪裏獨自去到野地裏去 眾人拼見 就從各城裏步行跟隨他 耶穌出來 見有很多人就憐憫他們 只好療他們的病人 天將晚的時候 滿層尊子內說 這是野地 事後就經過了 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不要放穿子裡去 自己埋葬的 耶穌說 不用他們去 你不會吸他人吃吧 滿層說 我們這裏只有五個餅 兩條魚 耶穌說 拿個來給我 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望著天祝福 抹開餅 遞批門徒 門徒又遞批眾人 他們都會吃 給你吃飽年 打剩下你的名數 要收拾起來 將會你的十多個男子 吃的人 隨你的婦人的牌子 若有五千 我們再次回到低頭土局 所以我們在這面前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是那位連吻世恩的主 讓我們來見到神你自己的恩典 要讓我們在生命裡 來彰顯著你的信實 將你這樣祈禱奉耶穌的名字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自己是一個富有的人 是一個貧窮的人 你覺得你擁有的 是否已經足夠 或者不足夠呢 或者你還有很多的需要 你的需要是要很多 就是很少呢 我就搜集了一些句話 我覺得挺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又說貧窮的人是甚麼呢 貧窮的人是沒有期望 沒有知識 甚麼都沒有的人 有人說貧窮的人是沒有朋友的人 你跟貧窮的人 就因為他停止成為別人的朋友 然後他又說 貧窮的人是覺得自己貧窮 不是以別人的角 而是你自己也覺得 身無不紛紛的人 不是貧窮的人 沒有夢想才是貧窮 那這處呢 就形容了 簡直四句 我覺得幾精彩的四句都是 那你自己覺得 如果我這個標準 你算不算自己貧窮呢 貧窮 有些不算 有些不算 這樣就算 看看你負不負足 好 有些說 富有的人 是有愛的家庭 和有好朋友的人 這是富足的人 富有的人 是知道怎樣處理失敗的人 OK 富有的人 是可以做自己喜歡做 而做完之後 能夠施展才華 而且能夠在你所做的事裡 得到報償 和滿意 富有 不是因為擁有很多 是因為需要很少 好了 如果用這四個標準 你算不算自己負足呢 算不算自己負幼呢 算不算自己負幼呢 有些厚 有些麻麻 有些不敢贏 好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兩句 貧窮人 不是知道自己是貧窮的 直到幾世都知道自己是窮 政府告訴你自己是窮 那你就窮了 因為我發覺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 我們擁有那麼多東西 我們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窮 有錢 直到政府說 原來我戒了一條線 那就是貧窮人 不知道哭 原來我一條線 就哭了 那我就知道是窮 賣黑托德的計劃 我不是貧窮 只是沒有錢 貧窮是心態 沒有錢是暫時 所以問題就是 在你的人生裡 作為一個標誌 你是有錢 沒有錢 貧窮 富足 擁有的多 少 就是你仍然有很多 你要想去爭取 去得到 因為你還未得到 耶穌基督去為把五千人 這件事件裏面 四條福音書也有記載 而且在這個福音書裏面 記載一個場景 其實是很特別的 五千人 記住這五千人是藍丁 記住 聖經裏面說 未計小朋友 未計女人 有五千人 五千人在這個場景裏面 其實是耶穌基督 宣講福音裏面 最多人的一次 藍丁五千 在這個場景裏面 雖然你如果有看過 剛才洗手禦 被殺 那些人去跟耶穌 他應該很悲慘 但起碼來說 都有一群弟兄姊妹 一起支持 應該都是我們 開心 可以分享的時間 但是在這個時間裏面 你有沒有留意 門徒見到的 是一個可以大家支持的機會 是見到 怎樣找成物地去搞定它 茶點怎樣搞定它 官了上來去到這麼遠 百多人 所以 我們百多人都會說 搞個茶點 咦 我們搞家會那個鏡 我們試過搞個 早兩三位 搞個家會 好像家會 不是家會 愛然 崇拜之後 他後面 在禮堂的時候 我們一起吃東西 很開心 但是很開心之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你就吃得很開心 事後之後 你真的覺得很可憐 因為你跌了一顆東西 你好像刮了它 但原來是有跡的 我聽不到他們說 擦呀 又用水 又擦呀 又清潔呀 又到死亡又埋 所以又怕得到死亡的地方 是剛隔壁有地毯 又立刻看看 地毯有沒有弄髒呀 有八名人 我們都說搞這麼大的 這麼大一件事 五千個藍丁 那是怎樣賺食 也不是他呢 所以門徒看到 是一個難題 不是機會 他看到的是 我都不足夠的東西 提供給這麼多人去吃 似乎我的東西 是不足夠 有幫到這樣的場景 頂之不 作為基督徒 你覺得你負足 就是貧窮呀 你覺得你仍然有很多的需要 你仍然得到很多的東西 還是你覺得 咦 我可以有足夠 有餘地去分享給其他人呢 我在我生活裏面 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 能夠和人分享我所擁有的東西呢 你是負足呀 又貧窮呀 那我們嘗試去那個經文裏面 我們再思想一下 究竟 什麽是神去期望 在我們生命裏面 你作為基督徒的時候 那種的負足 第一方面 有年吻的 就是我們不會怕我們惹想麻煩 有憐憫的人是負足的人 但是有憐憫 是怎麽才可以顯得到這個憐憫呢 除非你不怕惹想麻煩 第六節 還有第十四節 我們再讀一次好嗎 看看為何他們覺得 他們是有耶穌基督的憐憫在這裏 而耶穌基督為何不怕惹想的麻煩 再讀一次以說 第六節還有第十四節 預備 到了希律的三日 希律底的女兒在眾人面前跳舞 使希律歡喜 希律就為起誓 應許隨他所求的及他 女兒被好清楚事就不說 請把屍體用汗的頭放在圖子裡 拿來給我 黃便憂愁 但因他所起的誓 又因同質的人 就吩咐及他 於是打發人去 再監裏斬了若可 把頭放在圖子裡 拿來給了女子 女子拿來給他無策 若可一換套禮 把屍首奮去埋葬了 就可以告訴耶穌 耶穌 耶穌聽見了 就上船到那裡獨自去到過夜裡會 眾人聽見 就從各城裡報行跟隨他 耶穌出來 見有許多的人 就憐憫貪污 照顧貪污的人 你認識的神是一個甚麼神呢 有人說 如果你認識那位神是怎樣的神 就決定是怎樣的基督徒 究竟你認識你的神是怎樣的 在這個時代論壇 在06年曾經做一個這樣的統計 他就用神的ABC D論確 究竟現在的人認識你所信用的神是甚麼神 A 就是一個專制的神 31%的人認為神是專制的 甚麼叫專制呢 即是這個人不准做 這個人不准做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我們發覺原來很多人相信耶穌之後 覺得神只是叫我們不准做那些 不准做那些 是一個很專制的神 然後他說 23%是相信神慈愛的 是不捨得罰我們 不過我們也有錯 神是想佛 也說不捨得罰我們 就起 16%的人認為神是苛刻的 苛刻即是把頂面都達不到他的標準 我做極做極處理極 我都不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人 24%覺得神是很軟的 我今天面對這麼多問題 我都見不到神出手 我已經見到死會裏面 很多人公義 我又見不到神 在當中處理這些問題 你會說 頂子妹 你的神又是怎樣的神呢 這四種 你可能都說這四種 我也覺得是 你會說 你會覺得 咦 我覺得我的神 有不同的一位神 那你的神 你認識的是怎樣的一位神呢 是否一位 慈愛憐憫人的神 你會覺得神在你生命 你生活 真心靈裡面 照顧你的神呢 在這間時間你留意一件事很特別的 這條經文其實如果你詳細看 就是剛剛施洗又被殺 他的門徒就收拾了 喪了一個屍體之後 就走去找耶稣 苛刻的門徒真是不少 他接著通知制惡城之後 竟然藍丁又五次 這個大部分都是苛刻的門徒 大部分都是 然后这班人就去找耶稣 去找耶稣之后 耶稣见到那么多人就连向他 在当中帮他做一些东西 直到第十五节 其实是说到直到太阳落山 太阳落山 是耶稣记得应该来说 在一个自己的私人时间 是我们可以休息的时间 工作这么辛苦 我找回那么少时间 来到他休息也很应该的 所以有些第二周会也告诉我 牧师你星期一都叫有休息 我们星期一都没有休息的 我们回了这么多天 然后星期一就要回来教会崇拜 有多辛苦呢 我都觉得你很辛苦 所以我星期一都没有休息 但问题就是 在你的私人时间里面 如果当我们发觉到 是日日有很多的需要 很多的东西你要去处理 但是原来 我自己觉得 这些是我自己的私人时间里 我处理我自己的情况 我处理我自己的问题 但你发觉耶稣去庆祷这帮人的时候 将这帮人的需要 就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先 于是他放下了自己 应该可以拥有休息 他放下了自己 他应该可以拥有自己活动的时间 他放下了自己私人的空间 因为他们对这帮人产生怜悯 你发觉这个就是 在生命里面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附足 当你有附足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有个怜悯的心 有这个怜悯的心 你就愿意放上更多 看到人的需要 又附上更多 耶稣不忍心见他们离开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他们的师父才离世 心情会变得很相同 这帮人就走了 看耶稣 然后你发觉耶稣 见到他们的时候 就念他们 醒来里面说 耶稣听到撕洗一汗被杀之后 耶稣第一个做什么 是呀 他想退去抗野 为什么耶稣会想退去抗野呢 在一位帮他撕洗 耶稣基督撕洗 我一定会帮他撕洗 亦死亦有 也是一个在当中 带领整个救恩 浪到世上的一个人 在这样的人 跟着信仰 跟着作为见证的缘故 被杀 斩头 离世 对耶稣基督来说 心情都不好受 心情里面都很相同 他也都需要自己有私人空间 他也都需要自己走开的时间 来到他的思想 或者去处理一下自己心里面的感受 但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发到耶稣的哀痛 为了约翰的哀痛 但他见到另一帮 仍然生活着在这样的哀痛的人的时候 他就宁愿放弃自己的哀痛 或者例如放弃自己去走去野地的时间里面 来到去照顾一帮真正面对着现实生活需要的人 圣经也都说这帮人很有趣的 马太夫就说到那帮人 暴行到耶稣那里去 马可福音就多了一句 他们就各自暴行同跑到那里 被他们先说到 其实你很难明白 如果你真是 怎样叫暴行同跑呢 所以马太夫觉得这样不合理 所以删了跑那个 原来马可福音相信是准确一点 这帮人亦暴亦吹 讲一下又吹一下又跑一下 来到去变年宿 有什么形容呢 其实不是很贴切 不过我觉得是好的 我们差不多开课了 大家排车就要赶回来崇拜地点 跑车车走过来那一刻 甚至不易吹 又急着又怕迟路 又要走快点 又或者 如果耶稣见到一帮人 他很急逼的 他反来教会崇拜 一帮他去主学里面的小朋友 你发到他的心情 是见到一帮人在生命里面 有渴求有需要 有期望的人 耶稣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自己也有相同的时间 但他见到你的需要 见到别人的需要 他自己就连吻他们 圣经说他见到很多的人 马克福音那句就更加精彩了 耶稣就连吻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样 无目的一般 于是马太方就记得到 耶稣有行动做出来的 他做什么行动呢 就医治他们 可能是心理的医治好 是行动的医治好 身体的医治好 他都会一样一样一样 看到人家背后所面对的 去挣扎困境难处 弟兄姊妹 第一样 你是否一个附足的基督徒 是在于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 基督徒 真正基督徒的分别点 不是我举手决斥信耶稣 真正基督徒的分别点 是在于你有没有怜悯的心 一个怜悯的心 是需要你有一个情况不怕麻烦 不怕受惧了你自己 不怕阻碍了你自己去休息的时间 不怕阻碍了你我还有很多事情很忙的时间 而是见到人家生命中的缺欠 见到人生命中的缺失 或者人家生命里面所面对的难处的时候 弟兄姊妹 放下自己的空间 放下自己的时间 在当中以行动 医治他的心灵 有时和他喝杯咖啡 有时和他一起去处理一点的问题 有时是真的和他一起坐在书都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这样一样在一起 你倒是在下午而已 弟兄姊妹 这个是怜悯的心 怜悯的心不怕被人打扰了你 不怕被人骚扰你 你愿意放上你的生命来关心人 如果这样才算作基督徒 如果这样才算作一个有附足的基督徒 你附足了没有 你不是附足呢 第二方面你留意到 这个怜悯的心不单是不怕惹上麻烦 他更加愿意承担那个执任 在圣经里面 这个是马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至十七节的神 是这样说的 天章晚的时候 曼露津前来说 这个是夜地 时间现在过了 于是说太阳下山下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是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 不要叫他们去 你们给他们吃 曼露说 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如果要看福音就更清楚了 你们才能上诗歌 曼露说 只有一个小孩 但是有五饼二鱼 所以就得五饼二鱼 顶姊妹 有没有想过这些人有多少人呢 南丁五千 估计total有多少呢 估计一人打一个老婆 一人打一个老婆 那时候真的不止一个老婆 这样就一万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说 以前早几十年前两个都够了 现在澳洲好像 澳洲平均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他们有两个小朋友 应该当时的社会是不止的 都两万 就是想到两万个人 真的很难喂饱 但是最奇特的就是 两万个人 只有一个大饼 大鱼 你信不信 所以有些人说 其实为什么喂饱五千人呢 为什么他们都不想拿出来 但是有时候 一个男生就紧拿出来 为什麽用饼二鱼 个个人不好意思 拍一拍 其实就自己拿出来 对不起 总之你拿出来 你带着十二男 那麽多英格是说笑的 盛兵没有那麽说 对不起 但是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 这个是否我们的责任呢 我们觉得 是我见到问题 我见到一些不好的地方 中国人最容易做的方法 就用把口来讲问题而已 我常常说 你看到问题 我都看到的 其实你看到的问题 你说出来 你可能看这十个二十个 我告诉你 做教会做牧者 做了成功多年 三十几年 一刻你数到百人二百个问题出来 每个顶尖会面对的问题 教会面对的问题 去面对工作的问题 夫妻相处的问题 臭子女的问题 三代同头的问题 原来都是问题 你数个问题的话 数得更多 但是有多少时候 当你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个问题会成为你的责任呢 见到破口 是用你自己的手指塞进去的 不是破口的时候 有个破口 我都见的大家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听不见 他见不到的时候 你见到 就是给你的责任 是你去塞这个破口的 曾经有个作家 一个法学类的作家 在一本书 他说是最后的正义者 一本书里面说的 他记住一个这样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爷爷 叫末底改 他就教他自己的孙子 那个厄力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问厄力 如果一个人受苦 如果一个人受苦 如果会受难处 即是你面对近境的时候 他自己仍然承受自己的难处 对不对 说是 如果他承受难处 而旁边有个朋友 告诉他 你正在面对难处 那又怎样呢 他的孙子就说 他仍然在自己面对难处 他的朋友只知道他有难处 他说没有帮过手 他爷爷就继续问了 如果他盲的呢 他看不到他朋友呢 那他孙子就说 他盲的 他也有耳朵听的 他又聋啊 那可以摸啊 如果他又离他很远呢 对啊 又聋又盲 又离他很远 你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他就说了 那他都可以猜他朋友面对什么问题 他都会估计 他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空间里面会面对什么困境 你都可以估计 你家人在香港现在面对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估计 在敘利亚 下下都飞弹射过去会怎样的 那个问题就是你仍然可以猜的 那一个孙女就说 是可以猜 但是猜的时候 对那个现实面对这些难处的人 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改变现常的 他爷爷说 不是 对神来说 这个就是改变 一样的事件放在你的心里面 在心里面成为你的重担 成为你的负担 这个就是改变的起步 你放到失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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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耶稣来说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件事 但是有另一件事件 立刻记住这件事件 为把五千人这件事件 其实是更痛心的一件事件 为什么更痛心的事件呢 就是因为这群门徒 作为一群门徒的表现 这群门徒在二口同色 在第十五节的时候 以一个命令语气 命令式来的 吩咐他们回家 那又合理的 差不多 蓝的五千甲就成了两万人 每个人都拿出来 那兜面应该没得的 那问题就是 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耶稣接着回应又很特别的 回到诗团那里了 耶稣有很多反命令的预态 因为那群门徒说 让他们走啦 耶稣就说 你们给他们吃啦 耶稣就这样叫他们分这个粮食 这个行动很奇怪 因为不是那群门徒期望出现的事件 是耶稣要求那群门徒做的事 而且那群门徒 之前有一个字 就是门徒进前来 这个字又很特别的用得 为什么呢 原来在三句方书里 都记载的时候 强烈地表示了这个字是重点 进前来 这三个字是重点 他的字是什么 原来这群门徒曾经开始社会 谈过 他没有解决过问题 可能都找过一个兽子 有五兵义 都想尝试处理 但是他们开完会 谈完这些会议之后 这个会议是没有耶稣基督的 当然是自己一起开 他们开完会之后 他们一起有一个决议案 一起拿一个决议案 就告诉耶稣 解决不了 他们就走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案 不是我们的责任 他们自己回到村子里 自己买食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解决 我们自己都不足够 我们怎样解决呢 我们也没有预备 所以有五饼二鱼也好 都是依饱十几二十个人 怎能依饱这么多人呢 不行 我们没有预备有这么多人 违派 原来圣经里面 最轰动一次大会 五千人聚会 是没有预备的 没有预备有五千人聚会的 是突然间一帮人走迈来 然后走迈来就五千万人 是这样的 所以你放到在事件里面 门徒见到一件事 我不足够 我自顾不下才更难 因为当时的处境是什么处境呢 当时的处境是抗野 什么叫野地 野地 其实这些应该认法 应该是抗野地方 什么是抗野地方 几乎串草不生的地方 所以当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在巴兰抗野 在摩雅抗野 开车都要坐一个小时 才去到一条小村落 那些小村落 其实都是很少草的 找食物很难 当时不是开水喉的 是在井里面打水的 水不多 于是门徒就叫散开 叫你散开 散这个时候很特殊 用了优妻的字 是与我无关的意思 与我分割了 不再是关了 第一之后 门徒所看到的 我不是不见到问题 我不是没有怜悯的心 我不是不想麻烦 因为我都找一个有什么解决方案 有个小孩有名义 但是我无能为 我自顾不下 我家里有的东西要处理 我公司有些麻烦的东西 我处理不够 我的小孩很难教 我用很多时间去教他 最难教的是一个大大的小孩 就是你老公 搞得不够 那将你发学到 在这么多的问题之下 你还告诉我 他有一个承担 其他人的责任 关心其他的人 算了吧 我自己都放弃了 我自己搞不定我自己 如果这么难的事情 怎么做呢 耶稣就是一句这样的说话 给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困入了 原来我们的主是一位生命的良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主 但我们没有去求他们的主 在当中来帮他们面对这些难处 真正的富足基督徒 不是你自己解决了你自己所有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富足 永远不会富足的 一个富足的基督徒 是在于他有黎敏的心情 看到别人的需要不怕麻烦 一个富足的基督徒 是在于黎敏的心 愿意承担在其他人的责任 这个是圣经里面 期望作为基督的最重的生命 基督徒不是叫你上耶稣 接着你可以上天堂 基督徒不是叫你回来教会崇拜 基督徒不是叫你读经祈祷 接着做一个事放弱 接着做其他事 不是 耶稣基督的门徒 真正的基督徒 是在于你有没有一个黎敏的心情 好像耶稣基督那样 因为黎敏他的缘故 就连抗野的地方 怕他们找不到吃 怕他们饿亲 耶稣基督就说给他们 在太阳落山 怕他们走抗野的地危险 他们留下来说 耶稣基督见到的是他自己愿意 知道难解决 但仍然愿意承担责任来帮他们解决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 看着一件事 真是有黎敏的心的时候 不怕面对失望 不怕面对所做的没有效果 不怕面对你做完之后被人骂 这个马太分第十四章 十八至十一节 这样说的 耶稣基督说 拿过来吸汗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抹开饼 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们都吃饱了 都吃饱了 把政客的零碎收拾起来 就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是有的人除了妇人 妇女孩子又有五千 弟兄姊妹 你发落到原来我们去帮人 我们不怕麻烦了 我们愿意承担责任了 我们愿意去协助其他人 原来不是一定有结果的 这些说 这些伪宝五千言应该是好事 好的结果 但其实在过程里面 都很特别 你记住我稍后会解释多一点 在一本书里面的《美德书》 里面记住一个故事 叫《小阳光》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 挺有趣的故事 是这样的 给大家听 她说有个小女儿 叫艾莎 她有个很特意大的婆婆 没辣法 只能在房里坐 艾莎很疼她的婆婆 她很想召她的婆婆 有一次她觉得她的婆婆的房里面 没有阳光 而她自己的房里有阳光 因为她的房子 就向这个方向 向着西面 她的房子向着北面 就没有阳光 于是她有一次就告诉她 她问她听 爸爸可不可以令到婆婆的房里有阳光 她的爸爸说不行 怎样令她有阳光呢 可不可以搬那间屋 那间屋不可以移的 只是他们真的搬去地书住 然后她再问她爸爸 那她的婆婆会否在房里有一天会有阳光呢 不会的 因为你向北就要向北 向北就一直都没有阳光了 不会的 她很不开心 一到这个草地去玩的时候 她就发觉到 咦 有阳光射在她的衣服里 有阳光射在她的头发里 于是她就想起 咦 我可以包一些阳光 来给我婆婆 于是有阳光曬着衣服的地方 她就包起了 走去见她的婆婆 找到她的婆婆的时候 她就很开心地打开衣服 告诉她的婆婆 我给她留下阳光给你 那一打开她的衣服 那阳光全都不见了 因为我的头发不见了阳光的 她的婆婆就说 我在你的眼里面 我其实就看到阳光了 我在你的眼里看到阳光 所以就已经触禁了 顶姊妹 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里面 我们很期望协助 帮到顶姊妹 首先我们愿意有难处 我们愿意承担责任 不怕麻烦去帮人 但是有很多时候帮人的时候 不是你一帮就解决问题 不然处理那些问题就不再出现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处理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仍然有困境 Matthew Henry那样说 耶稣没有自派入口门徒 做祂的牧师 其实你留意一下 圣经出现牧师 只是出现了半次而已 为何牧师说 在圣经里面说牧师的字 出现了半次 自己回去查一下 圣经哪里说的牧师的字 其实只有半次而已 他亲自这样 而耶稣基督是自己亲自望天祝福 借恩 赵你神功耳需要 求神赐福给予人 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祷告 让这个恩典淡到大家 这件事件其实可以反映到 当时对此出埃及的事件 出埃及的事件里面 有一件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抗野四十年没有缺乏 没有缺乏四十年 有食有饮 四十年没有缺乏 但是前面究竟去哪里 这才是大件事 因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只是说 我们出入抗野里面 敬拜神而已 如果你有例子 他没有说去迦南地 不知道的 但是出入抗野之后 兜了四十年 在抗野里面 四十年 原先是年龄去得到的地方 或者过来月都去得到的 其实不用兜了 但是因为兜了一点 再过上去 就一年左右 但是落在下面之后 因为他们离开的原因 神让在抗野绕圈三十八年 于是四十年才去得到这个架环 但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因为当他们离开埃法 进入加拿的时候 是已经特别记载 但是一对都没有穿破 就是研究下哪间鞋公司出卖 抗野路 一对鞋都没有穿毛 在抗野路 你没有封都被衣承 很庆典的走的人 但是有麻辣 有神公认的一些盆石的水 在当中 面对挑战 面对敌人 他们能够得胜 但是仍然所行的路 不知道 仍然是未解决问题 仍然都是面对问题 但是仍然在抗野当中行走 弟兄姊妹 原来在耶稣基督帮助这帮人的时候 在这五千人 在这五千人 在这五千人里面 耶稣的行动 你留意一下 我们很多时候只留意到 耶稣拿着饼墨 去祝福 就递给人了 其实你读留了 小小爷 有意一下 圣经应该这么说 他是先递给门徒 然后门徒又递给众人 圣经在马特邦 特意记载一件这样的情况 意思是什么呢 当耶稣基督 把五饼以为递给门徒 是想你亲自经验一下 耶稣基督的丰富程度 是让你经验到 当你承担起分派分配 让其他人都得到祝福的时候 那种恩典何等的大力 所以他这么说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接受越多 你也施舍越多 那些门徒真是愿意不抗你 但是太久的时候 饮饱每一个人 施舍越多 你就拥有越多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 很特别的个人的特色 所以为什么你留意 你读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说 施彼寿更为有福呢 为什么说一粒墨子 不死地里面形成一粒 死地里面的时候 就会结出很多字粒 为什么圣经这样的教导呢 是因为圣经有一个原则 他会告诉你什么 真是丰富 什么是富有的人 一个富有的人 不是自己顾自己的人 这个人永远不会富有 永远只见到自己问题的人 是永远不会富有的人 也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就会解决到你有了 那个问题 会继续出现 圣经想说给你听 是 我都知道你要男主 也都知道你要贫律 但是你也都见到周围的人 也有同一个男主 要尝试理解人家的困境 将他拦住成为你的责任 成为你的负担 当你协助他的时候 也都置于一样东西 不要怕艰难 不要怕危险 也都不要怕失望 做不到 一人问我 做牧师 做了三十多年 有没有想过不做牧师 原来我做牧师 头十多年 我都有这么想的 做牧师 很辛苦 辛苦的地方 不在于做多少人 辛苦的地方 是做完之后要被人骂 所以那一次我跟律师 即是我有个军事 有个军事 我跟律师一起做了一个 我们叫做公义基金 做一个公义基金 即是教创堂的时候 开始的律师 帮一些专系 没有钱纳官司 面对难处的人 帮很多 有些黑文 出来要拿回 因为小孩在澳洲住了十年 他想拿passport 想帮个儿子拿passport 就出发袍头 就问怎样帮他 当然这些人帮完之后 大哥不见了 那个小孩拿了passport 很多时候帮完之后 接着他就会说一句 帮的时候就什么都可以 帮完之后 真的做得不好 应该这样做 是什么 不然我在想 好像一毛子都没有收过你 去过这么多次法庭 但是很多时候我就发觉 原来做很多的事 你不要想着我一定有回报 你不要想着做完之后 一定有别人的欣赏 你发到门徒所看到的事 在他缺乏当中 他仍然愿意付出 少 但仍然得着多的事 但是是否解决了问题 这次解决了 那只饱了叉 但是仍然有叉 怎样的 又找耶稣 又会祝福我 又会饱了千人 不是的 帝影之后 真正的需要 它会不断发生 真正的需要 在于你愿意从神的手里 承接了你现在所有的祝福 在你手里再分排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个才是基督徒 很多时候我发觉到 我们对基督徒的认识是错的 是因为我们以为基督徒 就算了耶稣是基督徒 我现在告诉大家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这样的 信耶稣基督的人 你应该有耶稣基督的心诚 好似耶稣基督的见到人 愈同羊 愈同羊 愈有无人一样 心里面 见到他们失去了 施洗浴汗的时候 心里面同感一人 心里面有伤同 所以 第一节目 人有同性心 神之自愿 懂得感恩 这个才是富有的人 你服侍神 服侍人 会命难以负足 你属于施舍 就是你愿意在此 不断的领首 第一节目 你知不知道 今早早 你能够十点钟来崇拜 七点几八点钟 已经有人来做这些事 半台半顿了呢 你说 喂 别赶我 知不知道 两个小时之前 已经有人来做这些事 做了事 第一节目 是有人付出 让你能够在这些事一起见拜 很盼望我们每个顶节目 都能够付出一点点 付出了一部分 见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这间教会才成立成为一间爱教员 耶稣说 弟兄姊妹 不要忧虑 丢什么 害什么 丢什么 这都是外国人所求的 耶稣基督是知道的 你天父是知道的 弟兄姊妹 你施求神的 和神的意 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了 为得投的道路 就去在我们中了 再一次仰望 因为神仰是神的恩典 将风筝伺避我们 主亦都教导我们 见到别人的需要 念悶能力 让我们 牵身学习社稷 放上我们的时间 放上他精神 承担这些责任 以至到我们 成为别人的祝福 为这样仰望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